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居哈很熱 今天要來帶大家了解AIC到底有哪些隊伍囉 AIC是11月23至26將在韓國首爾舉行的傳說對決世界大賽 如果對於AIC賽制還不清楚的朋友 可以到官方的YouTube頻道搜尋上一部影片喔 好的 回到正題 這屆的AIC將會有12隻隊伍參賽 來自五大賽區代表越南的兩隻隊伍分別為 第一種子GANTV 第二種子PROARMY 代表泰國的兩隻隊伍為 第一種子Montory Vegan 第二種子AlphaRay 代表印尼的只有一隻隊伍 印尼代表隊EVOS 而代表韓國的有五隻隊伍 第一種子Teen Olympus 第二種子Teen CL 第三種子MVP 第四種子DeFi 第五種子AIN 最後呢就代表我們台港澳賽區的 兩隻多冠大熱門隊伍 第一種子SMG 第二種子ST 本屆AIC國際賽就是以上12隻隊伍 來共同角逐傳說對決的世界冠軍啦 接下來呢就依出場順序來介紹各隊伍資訊囉 在11月23日AIC拉開序幕 第一場對決 將會由韓國第二種子對戰印尼代表隊 韓國Teen CL出戰EVOS 先來介紹Teen CL 雖然說是韓國的第二種子 但其實由韓國派出來的五隻隊伍 第二至第五種子是沒有排序的 只有第一種子Teen Olympus為韓國職業聯賽 PSPL的冠軍 而二至五名皆是由選拔賽選出 韓國選拔賽賽賽制並沒有把他們分出名次 所以也不一定有第五種子最弱 或是第二種子最強之說囉 Team CL 五位成員為 Penguin 邊線射手 PYU 打野 Carry 輔助 KS 中路 Ken 邊線 Team CL 其實也是韓國職業聯賽 PSPL 的隊伍 是一隻勇於嘗試新戰術的隊伍 像是看過蝙蝠俠帶封鎖 就讓我還蠻印象深刻 不過效果似乎差強人意 整體的隊伍實力並不是太強 但這種隊伍就怕來個出其不意了 而另一邊呢 來自印尼的EVOS 這支隊伍是歷經維持三個多月的印尼城市賽 Battle of Valor 隊中取得冠軍獲得AIC的門票 隊伍成員分別是 CL 輔助 Pens 邊線 射手 Vira 打野 Bury人 邊線 Arma 中路 看得出來經驗與強度稍差 畢竟在印尼的遊戲版本 還是有些差距 甚至有些角色選手們 都還沒在大型比賽中使用的經驗 只能透過自己私下練習 不過相信能夠熬過這麼長期征戰的城市賽 隊伍的韌性以及實力 都是不容小覷的 11月23 第二個對戰組合為 來自韓國的MVP 對上越南的 For Army MVP也是韓國職業戰隊 隊伍成員為 SEA 打野 LAY 邊線 NIGHT 邊線 SINGA 中路 HORROR 輔助 這支隊伍相當特別 在11月26的AIC資格賽中 拿出了212的打法 看得出來團隊的打法比較活躍 沒有死板的中路 就是要傳統法師的思維 看到羅爾打邊線 甚至雙射手 除了小丑以及史蘭茲等陣容 且效果都非常卓越 史蘭茲打野這個陣容 也是運用的相當不錯 是一支頗具實力的隊伍 另一邊的Pro Army 來自越南 也是一支相當強勁的隊伍 在越南職業聯賽 DTDV 2017夏季聯賽 只有三場敗擊 一直都是獨霸凹頭的隊伍 隊伍成員有 Nanchan 輔助 Bug 中路 Lial 邊線 Ken 打野 Gao 邊線 Xeno 打野 射手 團隊整體風格中規中矩 習慣拿出射手邊線 再加上一個常規的打野 像是納克羅斯 配上史蘭茲 或是莫拉 配上井 有優勢的時候 也能夠穩穩的把比賽贏下來 整體實力也不能輕忽 以上四隊即為11月23 預賽時A組的四支隊伍 將會由兩支隊伍脫穎而出 晉級11月25的八強賽 而11月24第二天 預賽 B組的第一個對戰組合 是由韓國的DeFi 對上來自泰國的Alpha Raid DeFi也是由韓國的選拔賽 獲得AIC門票的隊伍 成員由 GK 邊線 RF 邊線射手 ROROR 輔助 KJ 打野 Avan 中路 隊伍在中後期的營運與交換上 還能夠再加強 整體沒有太多特別的點 相較於泰國的第二中子Alpha Raid 隊伍成員由 TAUS 輔助 WISE 邊線 Shadow 邊線打野 Leth Hope 中路 KIT 打野 泰國的AIC選拔賽中 脫穩而出 總共16支隊伍 而每個對戰組合都是BOO3 其中更不乏泰國的職業戰隊 也因為是一個突然竄出的隊伍 擁有如此強大的實力 且資料與對戰紀錄偏少 或許這也是他們的優勢囉 11月24 下一個對戰組合 終於有來自GCS賽區的隊伍啦 將會是ST 對上來自韓國的AIN 先來介紹韓國的AIN 隊伍成員由 BARRY 射手 BOSS 輔助 DADA 邊線 CHAN 打野 PUR 中路 看過AIN的比賽內容 實力我認為是所有韓國隊伍中最強的 在前期打得非常穩健 逆風在交換東西上也非常有觀念 團隊溝通以及執行力上也非常好 順風也能夠把優勢穩穩的擴大 但是面對到的對手可是我大ST 相信ST一定能夠穩穩的先把第一場拿下來 ST的隊伍成員由 Lover 邊線 先右 打野 花嶺 中路 宮廷 邊線 射手 史考特 輔助 SKY 輔助 打野 ST的團隊相信大家一定非常熟悉 在GCS也是永遠保持一二名的地位 在AIC選拔賽也是毫無懸念的拿到門票 實力相信大家都看得見 大家要做的事就是在11月24日在線上 或是進入Garena電競館幫助ST加油就對了 前兩天的賽事也就是剛剛提到的八支隊伍 其中有四支能夠晉級到八強賽 那我們就來看看在A組的八強賽會有哪些隊伍吧 A組的兩個第一種子為韓國以及越南 先來介紹韓國隊伍 Team Olympus 在韓國職業聯賽獲得第一名的佳績 藉此得到AIC的第一種子資格 在韓國職業聯賽的隊名為NewMeta 隊伍成員有 SUN 打野 JJ 輔助 Blank 邊線 HAK 中路 Barry 邊線 在韓國職業聯賽的季後賽從敗部復活打上來 更在冠亞賽的BOW 7中 讓三追四 先不論實力 選手心態調整跟隊伍的韌性會是最大威脅 但由於韓國職業聯賽是在9月3號打的 那時候的版本以及BANPIC模式 都與現今版本有許多出入 那個時候的比賽參考價值或許就不高了 但必須承認這還是一隻心態強韌 調整非常快速的隊伍 而在A組的另一隻第一種子隊伍為 越南的GAME TV 隊伍成員由 PSMAN 邊線 XB 中路 Bichan 打野 Henry 邊線 MANTONE 邊線 CRAW 輔助 這一隻越南的第一種子取得AIC資格的過程 與韓國的Teen Olympus有些類似 在越南職業聯賽例行賽 是以第三名晉級季後賽兼AIC選拔賽 在冒炮賽的賽制中卻以黑馬之姿 連續取得三個BALL賽的勝利 最終拿到AIC 越南代表隊第一種子的資格 隊員在職業聯賽經過幾輪的喚血 有些生命恐 但也造就了他們獨特 甚至出其不易的戰術出現 也是一隻不容小驅的隊伍 再來就是大家比較關心的B組第一種子 B組的第一種子是來自泰國以及GCS賽區 泰國的隊伍相信大家並不陌生 也就是TOG國際賽的冠軍 MONERY VEGON 隊伍成員由 CHERRY 邊線 007X 打野 REMIX 邊線 B Marks 中路 BOSS 走走 輔助 JANCO 打野 在2017 7月舉辦的傳說對決世界賽TOG MONERY VEGON拿到了冠軍 回到了泰國之後 在職業賽場上並沒有遜色 反而是永遠在排行榜第一名的位置 而緊打野戰術也是用的爐火純青 在這次比賽版本為射手崛起中 勢必成為強敵之一 另一隻在B組的第一種子隊伍就是 我大SMG啦 隊伍成員由 阿亮 射手 邊線 琪琪 打野 Hanzo 中路 Cerentia 邊線 Genge 輔助 魯拉拉 打野 SMG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隊伍啦 陪伴了大家 GCS整整一個夏季賽季 獲得了GCS冠軍的殊榮 在GCS例行賽中也是保持著非常好的成績 始終佔據排行榜一二名 實力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但是壞消息就是 同樣被分配到B組的還有ST 所以在本屆AIC想要冠亞雙包是不可能的了 不過沒有關係 相信GCS的兩隻隊伍SMG以及ST 一定能把冠軍帶回GCS 這就要靠大家的集氣加油啦 11月23至11月26一定要走進電競館 電競館那四天都是免費入場唷 或是在線上觀看轉播為台灣加油 好啦 介紹完所有隊伍之後 我們就AIC轉播見啦 我是橘哈很熱 讓我們一起幫SMG還有ST加油吧